魔道祖师 作者莫香同秀 第八章 草木一 蜀东一带河谷众多 高山平市 地势崎岖不平 风力微弱 因此许多地方常年雾气弥漫 两个人笔直地朝着那只左手指引的方向前行 经过一个小小的分装 几圈篱笆围着茅草盖顶的土房 一群花色斑驳的母鸡小鸡在院里静静粗粗躁着名 还有一只雨光鲜亮的大公鸡站在了屋顶上 抖抖机关单脚站立 警惕地转动着脖子向四面八方扫尸 慎幸没有人家养狗 估计是这些村民自己一年到头都吃不了几块肉 更没有多余的骨头去喂狗了 村庄前方有一处岔路口 岔上三条不同方向的路 其中两条路面是光秃秃的 足迹坡多 看得出来经常有人行走 最后一条却是杂草丛生 厚厚地覆盖了路面 一块方形的石板 歪歪斜斜地站在这条路的方向上 石板的年岁看上去已经很久了 宝金风霜 一条大裂缝从头裂到小 石缝的中间也钻出了枯草 石板上刻了两个大字 似乎是此路通往之处的地名 下面那个字勉强看得出来是个成字 上面那个则笔画颇多字形繁复 又正好被那条裂缝贯穿而过 剥落了许多细碎的小石 魏无羡弯腰拨开乱草 浮去灰尘 可惜依旧看不出这是什么字了 但偏偏那条左手所指的方向 就是这条路 不如我们去问问村民吧 蓝忘机点了点头 魏无羡当然不会指望他去 自己笑容满面地 走向了那几名正在撒米喂鸡的农家女 那几名女子有老有少 见到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走近 都紧张起来 似乎有点想扔了波及就逃进屋里 魏无羡笑音音地说了几句话之后 他们这才慢慢地镇定下来 略略羞涩地应答着 魏无羡指着那块石碑 问了一句 他们先是齐刷刷的脸色一变 犹豫了半小 才断断续续 指指点点地交谈起来 期间一眼也不敢多看 站在石碑旁的蓝忘机 魏无羡认真地听了一阵 一边嘴角一直仰着 末了似乎话题一转 引得那几名农家女 也舒展了颜色 又放松下来 不熟练地冲他笑笑 蓝忘机远远地盯着那边看 等了半天 也不见魏无羡有回来的意思 他慢慢地低下头 踢了踢旁边的一块小石子 他把这块无辜的小石子 翻来覆去地踢黏了好一阵子 再抬起头来 魏无羡还是没有回来 反而从怀里拿出一样东西 交给说的最多的那名农家女 蓝忘机呆呆地站在原地 实在忍不住了 正在他准备迈开步子走过去时 魏无羡总算是负着手 慢慢悠悠地夺了回来 他站回到蓝忘机身边道 韩光君 你应该过去的 他们家养了兔子呢 蓝忘机却没有对他的调侃有所反应 壮丝冷淡倒 问出什么了吗 这条路通往意城 石碑上的第一个字是意子 狭义的意 我也是这么问的 也对 也不对 和解 字的确是那个字 意思却不对 不是狭义的意 乃是义庄的意 他们踏着杂草丛生的这条岔路 将那块石碑落在身后 魏无羡继续道 这几个姑娘说 自古以来住在那座城里的人 十只五六都短命 要么是短寿 要么是横死 所以城中供放置尸体的义庄非常多 当地呢 特产棺材纸这等丧葬阴凤之物 无论是做棺材还是扎纸 都手艺精湛 所以就得了这个名 蓝旺基没有问 为什么城中居民不弃城逃走 他们都明白 如果一个地方的人 世代扎根于此 是很难让他们离开的 只有十只五六的人短命 似乎还是可以忍受一下 说不定自己就是那十只四五呢 而且生在这种穷乡僻壤 离了家乡 多半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路上除了枯草乱石 还有不易察觉的勾踮 蓝旺基目光一直停留在魏无县的脚下 魏无县边走边到 他们说 这边的人很少去一城 里边的人送了货出来也很少离开 这几年几乎没有人影 所以这条路几乎已经荒废了好多年没人走了 果然是难走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你给了他们何物 哦 你说那个啊 是胭脂啊 他之前在清河的时候 向打听行路领的那名江湖假道士 买过一小盒烟纸 一直戴在身上 魏无县道 向人家打听点事情吧 总得给点谢礼 我本来是要给银子 可把人吓坏了 不敢收 我看他们很喜欢那个烟纸的香味 好像从来就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那就送给他们了吧 韩光君 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 那盒烟纸不算好 但现在我又不比从前 成天身上带一堆花花草草啊 拆拆缓缓的到处送姑娘 我真的没什么别的送了 有 总比没有墙吧 像是被唤醒了什么不愉快的回忆 蓝忘机眉间一抽 慢慢地扭过了头去 沿着这条南行的道路前行 杂草渐渐牺牲 朝两旁收拢爬回 路面也逐渐地开阔 可雾气却是越来越浓 左臂收拢成全时 一座破败的城门 出现在长路的尽头 城头的角楼 缺瓦少七 还掉了一个角 异常地破败难看 城墙上 竟是不知何人乱化的涂鸦 城门的红色 几乎退成了白色 门钉一颗一颗袖的发黑 两扇门虚掩着 仿佛刚被人推开一条缝溜了进去 这都不用进去 就让人能感觉到 这必然是个群魔乱物的地方 魏无县沿路走来时 一直在四下打掉 到了城门前 评价道 风水真差 蓝忘机缓缓点头 山穷水恶 这座一城 四面都是高山峭壁 山体严重地向中央倾斜 城压倒破鞋之势 仿佛随时都会塌下来 四面八方都被这黑须须的庞大山岩包围着 在惨白的白雾里 必妖魔鬼怪还要妖魔鬼怪 光是站在这里 就让人胸口发闷 心口发慌喘不过气 有一股强烈的威胁感 自古以来就有人节地灵的说法 反过来的说法自然也有 某些地方 由于地里和所处位置 风水恶劣 天然的一股煤气萦绕 居住在此地的人 容易短命夭折 诸事不顺 若是足足背背都扎根于此 更是没到骨子里 而且经常私生异象 发生失变 厉鬼回魂的事件 可能是别的地方了好几倍 显然 一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这种地方一般位置偏僻 仙门世家管不到 当然也不想管 因为很麻烦 比水行渊还要麻烦 水行渊还可以驱赶 可风水却是难以改变 若是没有人哭喊着 求上门来的话 那么各家各族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知道也当做是不知道 两个人走到了城门前 交换了一下眼神 一人一扇城门 推开 知啊 不堪重负的城轴 载着两扇没有对齐的城门 缓缓地打开来 眼前所见 没有车水马龙 也没有凶师推命 只有铺天盖地的白色 大物弥漫 比城外的雾气还要浓郁数倍 只能勉强看清 前方有一条笔直的长街 街上没有人哭 两侧是树立的房子 两人自然而然 朝对方靠近几步 一起走得进去 此刻仍是白天 城里却寂静无声 不但没有人语 连鸡鸣犬吠都听不到一丝 诡异的喊 不过 既然是被那条左臂指定的地点 若是不诡异 那才叫人习惯 沿着长街走了一阵 越是深入城中 白雾越是浓重 仿佛是妖气肆意 一开始还能勉强看清十步之外 后来五步之外的轮廓 便都不能识别 再到后来 几乎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 魏无羡和蓝望鸡越走 便靠得越近 肩并着肩 才能看清彼此的脸 魏无羡心中 犹然生出一个念头 若是有人趁着大雾 悄悄地插到我们中间来 两个人变成了三个 恐怕还不知道 会不会被发现 这时 他脚底踢到了东西 低头去看 却无法分辨是何物 魏无羡扯住蓝望鸡的手 让他不要独自的 自己俯下身来 眯眼观察 一颗怒目原真的头颅 冲破迷雾 撞入了他的视线 这颗头颅是一个男子的面容 浓眉大眼 面匣上 两团异常突兀的腮红 魏无羡 方才踢到过这颗人头 险些把他踢飞 知道这东西几斤几两重 这么轻的东西 肯定不是真的人头 提起来一捏 男子的脸颊 陷下去了一大块 腮红也被抹下一片 原来这是一颗 纸扎的人头 这颗人头做得是 唯妙唯笑 虽然妆容夸张 可五官却是非常的精致 异成特产 丧葬阴凤之物 那扎纸人的工艺自然不错 纸人里头有替身纸人 民间相信 把他们烧给死者 就能替代仙人 在地狱里边吃苦 还能做丫鬟美女 在阴间侍奉仙人 当然了 这些只是生者 替自己求个安慰而已 这颗纸人头 应该属于一名鹰利士 说是下去之后 能够保护仙人 魂魄收到的纸钱 不被人抢走 也不受其他恶鬼的欺负 原先一定还配有一个 高大结实的纸身体 可不知被谁拽了下来 扔到了街上 纸人头的发迹乌黑 一缕一缕 颇有光泽 伸手摸了摸 紧紧地贴在头皮上 仿佛真是他长出来的头发似的 魏无羡道 这手艺当真不错 是不是取真的人头发粘上去的 突然 一道细瘦的黑影擦着他 飞奔而过 这道影子来得极其突然 紧紧地擦着他的身侧跑了过去 刹那之间就消失在了浓雾里 毕尘自动出窍 追随着那道身影而去 皱得又收了回来 合入窍中 刚才那个贴着他溜过去的东西 跑得太快了 那绝对不是人能达到的速度 留神戒备人 虽然刚才只是擦肩而过 可难保下一次 他就不会做点别的什么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 脚步声 还有竹竿声 不错 方才那短短的一瞬间 从了急促的脚步声 他们还听到了另一种奇怪的声音 哒哒哒的很是清脆 类似于竹竿在地上飞碎敲打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 正在这时 前方迷雾之中 又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音 这次的脚步很轻 很多 很杂 也很慢 仿佛许多人 正在谨慎地朝着这边走过来 却一句话也不舒 魏无羡翻手翻出一张燃音符 轻飘飘地朝来秩序 若是前方有什么怨气四溢的东西 它就会自然燃烧起来 火光多少能够照亮一片地 对面的来客 竟然察觉到这边有人制出什么东西 立刻反击 突然发难 树道光色不一的剑芒 杀气腾腾地袭面而来 毕尘出跳 在魏无羡面前游了一遭 将剑芒尽数击退赤回 对方是一阵人仰马翻 嚷了起来 蓝忘机收回毕尘 魏无羡道 精灵 还有思追 精灵的声音隔着白雾响起 怎么又是你 我还想问呢 怎么又是你啊 蓝思追极力克制 声音里却充满了欢喜 木公子也在 那是不是 韩光君也来了 一听蓝忘机可能来 精灵立刻闭嘴 仿佛突然被失了性严肃 蓝景一道 一定来了 刚才那是毕尘的光芒吗 啊 来了 在我身边 来来来来 你们都过来 一群少年得知对面 誓有非敌 如蒙大赦 一股脑的就围了滚 除了精灵和蓝家的一群小辈 还有七八名 身着其他家族服侍的少年 戒备之色 人未退去 他们的样子看起来 应当也是身份不低的 仙门世家的子弟 魏无羡道 哎 你们怎么都在这 一出手还这么狠 好在我这边是韩光君 如果是普通人 那伤到了怎么办 精灵反驳道 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普通人 这座城里根本就没有人 蓝思追点头道 嗯 这青天白日妖物弥漫 而且 竟然没有一家店铺是开门的 魏无羡道 哎 你们是怎么聚在一起的 结伴出来夜恋 精灵那个看谁都不顺眼 跟谁都要打架的横性 又和蓝家的这几个小辈有点摩擦 怎么可能相约一起结伴夜恋 蓝思追是有问必答解释道 我们本来在 正在此时 迷雾中传来了一阵 咯咯咯哒哒哒 异常刺耳的竹竿敲地的声音 著名小辈 奇奇的脸色惊变 又 又来了 Bureau Lif Shop 确实 礼咕 ausge 恶